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孟婷的黄昏故事》 今天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我四岁那年 一对夫妻领着一个道士来到院子里 道士说我命格特殊 是难得一遇的锦礼 把我留在身边就能让他们心想事成 于是我被他们带回了家 上户口时 养母临方想都没想 直接给我取了个名字 叫昭帝 意图很明显 就是希望我能招来一个弟弟 养父黄有为一心想要儿子 满心祈祷我能给他们带来好运 我很早就明白 养父母重男轻女的本质 半年后果然应验了 养母怀孕了 两人兴奋得不得了 那天吃饭时 破天荒地 养父加了一块肉放进我的碗里 这是我跟他们回家后 第一次尝到肉是什么滋味 我小心翼翼地笑了笑 谢谢妈妈 养母摸了摸她还不明显地肚子 对我说 昭帝 妈妈怀孕了 不能累着 以后家里的活就交给你了 饭后 我紧张地在养母的注视下收拾碗筷 搬着小凳子站到比我还高的水槽前 笨拙地洗碗 幸好她只是偶尔骂我几句 没有打我 时间一晃过去了四个月 养父托人找关系 带养母去医院检查胎儿性别 临走前 他们叮嘱我把堆积几天的衣服洗了 我不敢反抗 只能乖乖点头 冬天的水冷地刺骨 洗完全家人的衣服后 我又冷又累 忍不住在沙发上打起瞌睡 突然 一声巨响在耳边炸开 吓得我心脏猛地一跳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还没反应过来 脸上就挨了一巴掌 疼得我叫了一声 养母临方 劈头盖脸地骂道 睡 睡 你这扫把星还好意思睡觉 当初那个道士说你是锦里 结果我好吃好喝供着你 肚子里竟然是个丫头骗子 骗子 养父什么都没说 两人一起对我进行了混合双打 那天晚上 我发起了高烧 冷得浑身发抖 他们不仅不给我吃饭 还把我扔到了门外 我摇摇晃晃地走到外面 饿得去翻垃圾桶 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我醒来时 福利院的院长和一个阿姨出现在我眼前 从他们的口中得知 之前有警察来过 看到我满身的伤痕 去找林芳调查情况 院长满脸愧疚 当初你不愿意跟他们走 我还以为你只是小孩子的心性 对不起 我摇摇头 坐起来说道 这不是您的错 说实话 我从没怪过他 毕竟黄有为和林芳的家庭条件确实不错 院长也是为我着想 院长摸了摸我的头 柔声说 等你好了 就回福利院吧 我正准备点头 那个阿姨突然冲我眨了眨眼睛 小朋友 我和我爱人 一直想要个女儿 你愿意让我当你的新妈妈吗 我喜欢她身上散发出的温暖气息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 至于林芳 她最初并不愿意解除收养协议 但我身上的伤痕 证明了他们虐待儿童的事实 最终她不得不点头同意 阿姨给我取了个新名字 叫岑乐乐 希望我这一生都能快乐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甜甜地笑了笑 谢谢妈妈 不过 在见到新家的其他成员前 我还是有些不安 事实证明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岑家和林家完全不同 曾家并没有重男轻女的传统 仅我爸爸这辈就有四个儿子 计划生育政策下 他们只能生一胎 但也是双胞胎儿子 所以 对于我这个新来的女孩 家里不仅没有人排斥 反而特别宠爱我 好吃的 好玩的都让我先挑 爸爸妈妈带我去新开的商场买新衣服 然而 刚到商场门口 就遇上了我过去的养父母黄有为和林芳 他挺着肚子 拦住了我们 我爸立刻把我护在身后 妈妈面色沉重地盯着林芳 哥哥们也像护卫一样 站在我左右 林芳阴阳怪气地说 你们家可真稀罕 连个赔钱货都当宝贝 二哥脾气急 听完马上回队 妹妹是我们盼了很久的宝贝 才不是你说的赔钱货 大哥也点头附和 没错 只有自己是赔钱货 才会觉得别人也是赔钱货 他们这几句话真是扎心了 林芳脸色顿时难看 但又找不到话反驳 他转而从头到脚打量我们一番 换了个话题 把桑门星当宝贝 活该你们是穷鬼 我妈冷冷回击 是啊 你家有钱 可惜没良心 我爸也沉着脸道 你们这种心狠手辣的人就不该有孩子 黄有为和林芳 因为多年没有生育 早已被周围人指指点点 我爸的话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林芳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黄有为的脸 胀得像猪肝色 虽然气得不行 但他们不敢动手 毕竟我爸身高一米八 长期在工地干活 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 而黄有为整天做办公室 挨我爸半个头 身上全是松松垮垮的肥肉 小孩都能看出两人的武力值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黄有为有自知之明 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看到这一幕 我突然对这个商场充满了抗拒 拉了拉妈妈的袖子说 妈妈 今天不买衣服了 好吗? 她以为我是被林芳的话影响了 心疼地把我抱进怀里哄到 别怕 我们家有钱 想买什么都行 但我坚持 我不喜欢这里 更不喜欢那两个人 爸妈交换了个眼神 决定尊重我的意见 哥哥们一向宠我 更不会反对 林芳看到我们转身就走 立刻坚声嘲笑 没钱还要装阔 穷鬼和桑门星真是绝配 黄有为则趁机搂着他 趾高气扬地说 别跟这些穷鬼说话 咱们逛商场去 说完 他们俩得意洋洋地离开了 我爸妈脸色难看 但也不愿再追究 回到家后 我们闲来无视 便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正看得起劲时 忽然传来急促地敲门声 怦怦怦地响着 我出于好奇 连走带跑地去开门 见到的是和我爸妈关系不错的邻居阿姨 他气喘吁吁 脸色发旧 拍了拍胸口说 幸好你们都在家 昨天听说你们要去新开的商场 吓死我了 我一脸茫然地眨了眨眼 阿姨发生了什么事 话音刚落 爸妈和两个哥哥也凑了过来 大家都好奇地看着他 阿姨清了清嗓子 开口说道 今天上午 我老公他们接到报警 说新开的那个商场里 有个无业游民突然拔刀伤人 死伤好几个人呢 受伤的人里头 还有你加勒勒以前的那对养父母 那男的真不是个东西 碰到危险 自己先跑了 他老婆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肚子里的孩子当场没了 听说是个成型的男胎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 在我们耳边炸开 爸妈的眼睛 一下子瞪得老大 我妈回过神来 满是庆幸地抱住我 幸亏我们听了乐乐的话 没有去 我爸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点头附和 确实 要不是乐乐坚持 受伤的可能就是我们了 我妈高兴地将我抱起来 满脸激动 乐乐真是我们的小福星 我爸也笑着说 对对对 我们家乐乐才不是林芳说的丧门星 两个哥哥也齐声附和 妹妹果然是个宝贝 这个案件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接下来的几天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我从邻居阿姨那儿得知了更多情况 原来黄有为之所以抛下林芳 是因为他以为他怀的是个女儿 心想 女儿没了就没了 没想到他怀的竟是他判了多年的宝贝儿子 黄有为越想越气 跑去医院揍了做臂钞的医生 结果被关进派出所里 蹲了一个星期 才放出来 有了前科 黄有为丢了工作 两人无法接受生活的残酷打击 心里逐渐扭曲 最终居然认为是 碰上我们家才倒霉 开始彻底记恨我们 转眼间 我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这些年 黄有为和林芳时不时来找麻烦 但每次都被我爸妈巧妙地化解了 我爸甚至因祸得福 被一个大老板看中 从一个靠力气吃饭的工人 成了包工头 随着收入的增加 我们家日子越过越好 爸妈一合计 决定买套大一点的房子 一来方便 我和两个哥哥上学 二来也因为我长大了 该和他们分开房间睡了 早上我还在被窝里睡得香 忽然被我妈拽了起来 耳边传来她郑重其事的声音 乐乐 起来开会了 我皱着眉哼起了两声 揉了揉眼睛问 开什么会 我只是个准小学生 为什么要牺牲睡懒觉的时间去开会 我妈没回答 直接抱着我去洗漱 洗完后我才发现 客厅里爸妈摆了一块小黑板 旁边还插着两面小国旗 搞得挺有仪式感的 定睛一看 黑板上写着一行字 第一届家庭会议正式召开 我爸一本正经地发了两份资料 还捏了捏我的脸 心情大好地宣布 咱家是民主家庭 买房这样的大事 你们身为家里的一员 理应参与进来 我妈晃了晃手中的资料 这是我们挑选的几个合适的小区 你们看看喜欢哪个 为了防止争执 我爸特意补充了一句 少数服从多数 大哥文言 笑嘻嘻地拍了拍我的脑袋 我和老二明年就要上初中了 听妹妹的 二哥虽然没意见 但显然懊恼 自己没抢先表态 爸妈见我们兄妹和睦 脸上乐开了花 没再说什么 这时 邻居阿姨送了一些自己做的小酥肉过来 瞄了眼摆在桌上的买房资料 忽然拍了一下大腿 表情急切地说 你们先别急着买房 爸妈对视了一眼 一口同声问 为什么 阿姨说道 还和你家乐乐那对养父母有关呢 我妈一听 皱起了眉头 满脸嫌弃地问 和他们还有关系 阿姨解释道 对 前几天黄有为在外面喝多了 不小心说漏了嘴 听说东方广场附近的老房子不久后要拆迁了 你们不如先拿钱买那里的房子 等拆迁了发了钱 想买什么样的新房都行 我妈满脸狐疑 你确定消息准确吗 阿姨点头如捣算 肯定啊 她大姐夫在国土资源局上班 消息肯定比我们灵通 说实话 发财的机会摆在面前 谁都会心动 但爸妈还没失去理智 送走阿姨后 我们又回到沙发上继续讨论 这次的议题变成了 要不要买可能拆迁的老房子 沉思片刻 我举起手提议 妈妈 我们不如先去看看那些老房子吧 我妈以为我想出去玩 立刻满口答应 好好好 于是我们全家去了东方广场那边 没想到碰到了黄有为和林芳 他们身后还跟着七八个中年人 其中两个竟然是我爸的同事 我一看到黄有为他们 立刻感受到一股令人不适的气氛 于是拽了拽我妈的胳膊 小声撒娇道 妈妈 我想回家 我话音刚落 就见林芳昂昂着头 像只打胜仗的公鸡 只高气扬地走过来 你们也来买房子 我妈冷笑道 关你什么事 林芳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面目猙獰 仿佛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一般 一个丧门兴克死了我的儿子 凭什么你们家孩子活得这么好 我妈紧紧抱住我 毫不客气地回击 那是你老公造的孽 别往我们家乐乐身上泼脏水 林芳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突然伸出尖利的指甲 就往我脸上抓 我妈伸手敏捷 躲开了她的公鸡 把我塞进我爸怀里 然后一只手抓住林芳的头发 另一只手狠狠扇她的脸 林芳毫无还手之力 黄有为见自己老婆挨打 急得冲了上来 还没碰到我妈的一脚 就被我爸一脚踹出两米远 旁边的人赶紧过来拉架 黄有为吐了一口血沫 满脸阴狠地怒吼 你们给我等着 爸妈没把她的威胁放在心上 毕竟这已经不是黄有为第一次放狠话了 上了公车后 我看到我妈频频回头望向那片老房子 显然有些放心不下 我有一种从未出错过的直觉 觉得黄有为说的内部消息似乎不太可信 然而 我妈对那房子动了心 而我爸是个典型的妻奴 如果我妈坚持要买房 她肯定拦不住 我不愿看到爸妈辛苦攒下地积蓄打水漂 回到家后就抱着我妈的腿撒娇说 妈妈 我不喜欢那个老房子 不要买好不好 两个哥哥也附和道 我们也不喜欢 我妈只当我们是小孩子不懂事 不喜欢破旧的东西 耐心地解释道 老房子只是用来投资的 等拆迁款下来了 我们就能买更大更漂亮的新房子了 但我坚定地摇头 不要 那里不好看 看到我如此抗拒 我妈也只能无奈让步 好吧 这事以后再说 你爸和我去做饭了 从那以后 我暗中观察爸妈的动静 发现我妈叹气的次数越来越多 我心里疑惑 这到底是怎么了 某天夜里 我躺在床上装睡 偷听到爸妈的对话 我妈以为我睡着了 低声嘀咕 真不知道黄有为给那些房主灌了什么迷魂汤 怎么加价都不肯卖给我们 我爸压低声音安慰她 没缘分就算了吧 别再纠结了 我妈虽然发了几句牢骚 但在我爸的劝解下 情绪逐渐停赴 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心里那块大石总算落了底 可惜 我高兴得太早了 拆迁公告出来的那天早上 黄有为和林芳竟然带着我爸妈的几个同事来到了我家 我妈一脸不欢迎 冷冷地问 你们来干什么 林芳哼了一声 语气中充满了挑衅 还想买老房子吗 原本我妈已经放下了这件事 但听她这么一提 显然又有些动心 我赶紧过去拉住我妈的手 我妈朝我安抚地笑了笑 平静地问道 什么条件 林芳不绕弯子 直接指着我说 把这个桑门星给我们 她的要求让我浑身发抖 回想起他们毒打我的情景 我感到极度不安 我妈把我抱进怀里 温柔地安慰 放心 妈妈不会把你交出去的 林芳冷笑了一声 目光充满了讥讽 有个发财的机会都不要 你们母女感情真甚啊 我妈可不吃这一套 立刻反击 像你这种没有孩子的人 当然不会懂 林芳气得脸色铁青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但她被我妈对得有心理阴影 不敢动手 只好用眼神示意黄有为来处理 黄有为脸上露出阴森的笑容 说 这样吧 只要让这个扫把星去我儿子的坟前磕三个响头 再和我儿子结明婚 我就不计较以前的事了 我爸毫不犹豫地拒绝 不可能 跟来的同事们纷纷劝道 结明婚不过是走个行事 又不是真的让他去死 干嘛这么较真 你们现在不趁机多挣点钱 以后儿子怎么娶媳妇 林芳也趁机补了一刀 你们这么护着他 当心哪天被他害得家破人亡 我爸妈和两个哥哥气得脸都红了 纷纷抄起家里的工具准备赶人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跑进来一个中年男人 气喘吁吁地喊道 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他 男人扶着门框 喘了几口气后 脸色苍白地说道 拆迁公告出来了 根本没有东方广场附近的老房子 反倒是这片住宅楼都画进了范围 这几句话犹如天降巨石 砸得所有人晕头转向 回过神来 刚才还被荡成大佬的黄有为瞬间成了众矢之地 他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身子 声音也带上了几分颤抖 不可能 肯定是他们遗漏了 报信的男人呸了一声 怒道 我问了好几个工作人员 拆迁范围就是这样的 黄有为的希望彻底破灭 跟着他买房的人全都炸了 他察觉到形势不妙 像遇到危险时一样 丢下临方拔腿就跑 可他常年不锻炼 身材发福 刚跑出去没多远 就被人逮住了 随即 一阵怒骂声夹杂着黄有为的惨叫 响彻四周 声声入耳 我想去看看热闹 又怕被卷进去 我爸看出了我的心思 抱着我走出去 只见几个男人正拳打脚踢 躺在地上的黄有为 女人们则拉住林芳 不让她帮忙 见林芳骂得越来越难听 大家干脆把她也一起揍了 等他们动作慢下来 我妈补了一句 多亏了乐了 我们才不用住破房子 这话简直是扎心之作 那些人毁得肠子都轻了 可惜 世上没有后悔药 愤怒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在黄有为身上 他如同杀猪般的惨叫 响了好久 我爸担心事情闹大 连忙出去劝阻 众人才停下 最终 这场闹剧以他们举报黄有为告终 黄有为和林芳声称要连夜搬去投靠亲戚 狼狈收场 时光荏苒 转眼我小学毕业了 我爸凭借运气和魄力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 收益颇丰 考虑到省城的教育资源更好 爸妈决定将家和公司一起搬到省城 大概是冤家路窄的缘故 搬家的第一天 我们在市中心的金殿遇到了林芳 他穿着一件正亮的貂皮大衣 脖子和手上戴满了金首饰 看起来这些年他过得还不错 我们四目相对 他眼中的恶意依旧明显 但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公然嘲讽我们 于是我们当他是空气 继续挑选自己的首饰 视线落在柜台里一条镶嵌着和田玉的金项链上 我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这条项链和我妈温柔的气质简直太配了 我指了指那条项链 抬头问柜台的小姐 姐姐 能不能把这条项链拿出来给我看看 柜台小姐打亮了我们一番 看到我们穿着普通 迟疑了片刻 才点了点头 正当他准备拿出项链时 林芳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走了项链 挑衅道 这条项链多少钱 我买了 我有点不爽 但想着这里项链多的事 便没有和他计较 谁料想 接下来的第二条项链 也被他用同样的方式抢走了 我很快意识到 林芳是故意和我们过不去 想抢什么都抢 思索片刻 我决定将计就计 故意指向柜台里最贵的几条项链 随意地说 就这些吧 林芳果然没看价格 急忙喊道 这些我全要了 直到他买得差不多了 我才停下 笑着说 林阿姨 您家真是有钱啊 一下子买了十几条金项链 林芳这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面色大变 刚想开口解释 我便故意打断她 笑着说道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有人喊得这么爽快 结果付不起钱吧 这话一出 柜台小姐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 周围的顾客也纷纷向林芳投来注视的目光 林芳进退两难 只能咬牙掏出银行卡 狠狠拍在柜台上 谁说我付不起 她强忍着心疼刷完卡 转身骂了一句 丧门星 我妈听到后柳梅一树 力声呵斥道 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 林芳气急败坏 慌忙往外跑 结果撞倒了一位路过的老太太 还恶狠狠地骂道 老不死的 走路也不看着点 老太太痛苦地挨忧了两声 扶着腰颤颤微微地站了起来 气愤道 你这人怎么回事 明明是你撞的我 林芳本就满肚子火 又刚花了一大笔冤枉钱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静一脚将老太太踹倒 甚至还想再动手 我和我妈赶忙上前阻拦 林芳健壮 拎起她的大包小包 匆忙跑了 我们赶紧把老太太送到了医院 垫付了医药费 直到医院联系上了老太太的家属 我们才回家 我爸见我们空手回家 有些疑惑地问 你们怎么什么都没买 我妈撇撇嘴说道 在外面碰上林芳了 心情不好 我爸愣了几秒 随即跟着吐槽起来 这些年 黄有为在他二姐夫的扶持下 开了一家建筑公司 背后有靠山 虽然他没赚得盆满波营 但也赚了不少钱 如今 我们一家搬到省城 黄有为多半又要搞事情 根据官方发布的城市规划图 这两年 城东准备建一个大型商圈 许多建筑公司都盯上了那片地皮 包括我爸 但麻烦的是 那些地皮是私人所有 并不对外招标 想要分一杯羹 我爸得想办法和幕后老板搭上关系才行 经过几番托关系打听 我爸终于得知 大老板今天要带人去看地皮 他决定去蹲点 出门前 我心里突然有种莫名的慌乱 于是挽着我爸的胳膊撒娇道 爸爸 我也想去 我爸还没答应 我妈便顺势说 他在家也没事 不如带上他吧 至于两个哥哥 他们正在备战高考 所以留在家里继续学习 到了目的地 我的不安感越发强烈 根据以往经验 我感觉这块地皮不适合我们 正当我想劝爸别继续蹲守时 大老板带着一行人出现了 随行的还有黄有为和林芳 看到我们 他们得意洋洋地向我们投来挑衅的眼神 仿佛在无声宣告 这块地皮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我心里毫无波澜 甚至有些想看他们跳进火坑 但我爸依然不死心 急忙冲过去地名片 自我介绍 我怎么拽他都拽不住 大老板礼貌地婉拒了我爸 不好意思 我已经决定把地皮卖给黄总了 我爸失落地收回名片 强颜欢笑道 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 此时 黄有为和林芳彻底膨胀了 夫妻俩昂着头 满脸都是对我们的轻蔑 林芳甚至用嘴形无声骂道 丧门星就是丧门星 我爸妈虽然心里火大 但又不好在大老板面前发作 场面一时有些尴尬 这时 一辆轿车缓缓驶来 停稳后 从车上下来了一位老太太 林芳的脸色骤然变了 我和我妈则对视一眼 挑了挑眉 只见大老板微微弯腰迎上前去 恭敬地说 妈 您怎么来了 老太太拄着拐杖说道 这是我的嫁妆 我想在卖掉之前再来看看 大老板点点头 给黄有为和林芳递了个眼色 是以他们上前自我介绍 黄有为还不知前因后果 满脸轻松 轮到林芳时 他挤出一个笔窟还难看的笑容 正要开口 老太太却崇重一处拐杖 立声道 这些地皮不能卖给他们 大老板有些惊讶 问道 为什么 老太太冷笑道 我的腰伤就是被这个女人撞的 她还骂我老不死 甚至想打我 要不是这对好心的母女阻止 还把我送到医院 我不知道要受多大罪 大老板闻言 瞬间脸色一沉 看向黄有为的目光 变得冷淡 你们真是好样的 黄有为愣了一下 转身狠狠一巴掌扇在林芳脸上 黑着脸吼道 快给老夫人道歉 可林芳还没开口 老太太就白手拒绝道 别 我这个老不死的可受不起你们的道歉 黄有为彻底慌了 但已经没有人再理会她 老太太得知我爸也想买地皮后 不仅同意了 还要让大老板给我们打折 我爸激动得手都在发抖 我赶紧拉住她说 爸 还是卖给黄总他们吧 所有人都惊呆了 我笑着继续说道 一定要卖贵一点 老太太看出我是真不想要 也没再坚持 笑着说 我们家还有其他地皮 你们可以挑挑看 有没有合适的 我毫不客气地当场应下 至于这块地皮 最终由黄有为和他二姐夫 持巨资买了下来 爸妈想到之前的拆迁事件 倒也没怪我自作主张 过了一段时间 爸妈突然兴冲冲地跑来对我说 乐乐 你真是神了 我从作业堆里抬起头 一脸迷茫 什么 我妈告诉我 黄有为觉得在我们面前丢了面子 所以开工仪式搞得特别隆重 想挽回面子 结果没几天 工地上挖到了古墓 现在那些地皮必须上交给官方 赔偿款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下来 更糟糕的是 当初买地的钱是黄有为和他二姐夫拼凑出来的 现在两家公司的资金链都断裂了 黄有为几乎要崩溃 我爸笑了笑 说 我们后面买的地皮一切顺利 赚钱是迟早的事 我放下笔 兴奋地问 能去救场看看热闹吗 我爸大手一挥 好 爸爸妈妈现在就带你去 到了那里 场面比我想象中还混乱 黄有为被不知道打了多少次 躺在地上 满脸青子 嘴角还在流血 讨薪的工人们围着他 虎视眈眈 不久 他的二姐夫怒气冲冲地走过来 我以为他是来替黄有为撑腰的 谁知他上来就是一脚踹在黄有为屁股上 怒吼道 这些年 我看在你二姐的面子上 尽心尽力帮你 你怎么回报我的 要不是我还有点人脉 你早把公司搞破产了 你这个扫把星 还敢说别人晦气 黄有为挣扎着 抬手想拉住他二姐夫的腿 没碰到裤脚 就被踹回地上 他歪过头 吐出一口血 林芳也没好到哪里去 棚头垢面站在旁边 脸上还带着红肿的巴掌印 看到我 他和黄有为的目光里满是怨恨和隐约的遗憾 我没去多想 拉着爸妈转身离开 几天后 黄有为的建筑公司宣布破产 他的二姐也离婚了 分道的财产只有五十万 我以为黄有为和林芳没了资本 应该搞不出什么幺蛾子了 事实证明 我还是太天真了 有一天放学回家 我发现家里气氛压抑 我妈的脸色 黑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 我感觉到家里的沉重氛围 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对视了一眼 我妈挤出一个笑容 宝贝回来了 今晚想吃什么菜 我随便报了两个菜名 试探着问 你们这样 是不是生意出问题了 我妈抢笑着转移话题 我刚想继续追问 我爸就像兔子一样 溜进了厨房 老实说 他们越是隐瞒 我就越想知道 发生了什么 想到小学时 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我怀疑 这事儿八成和黄有为有关 为了弄清真相 我半夜偷偷跑到爸妈卧室外偷听 果然 我妈开始谈论黄有为 你说黄有为到处打听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小女孩 她到底想干嘛 我爸沉默片刻 低声回应 可能是极度我们家乐乐的好运气 听到这儿 我妈紧张起来 她要是找不到 会不会回来抢乐乐 我爸安慰她 有我在 别自己吓自己 我悄悄溜回房间 心里暗暗祈祷 希望黄有为和林芳赶紧找到别人 别再来烦我 再次见到黄有为夫妇是在一家玉石店里 他们身边还跟着一个瘦瘦的小女孩 有了这个女孩 林芳显得底气十足 恢复了她那副傲慢的嘴脸 大师说了 我家远远是万里挑一的好命 不是你们这种低等货色能比的 我妈冷笑道 说梦话也得有个限度吧 林芳扯着嗓子嚷嚷 有本事比比看 玉石店老板健壮 乐得看热闹 立刻插话 原石区在里面 各位客人请跟我来 本来我和我妈没打算理她 但林芳实在太吵 像个跳来跳去的野猴子 为了清静一会儿 我停下脚步问 你想怎么比 林芳想了想 说 五十万 谁的原石开出来价钱高 谁就赢 我在运气上从来没输过 便欣然接受 老板笑呵呵地领着我们进了原石区 这里摆满了各种原石 有明码标价的 也有品相不好的 价格随意标个区间 林芳带着黄圆圆 转了好几圈 反复观察后 最终选了两块原石 我可没他们这么谨慎 不到两分钟 就凭感觉挑了一块 而且是在品相不好的区域选的 林芳看到 我随便挑的样子 忍不住嘲讽 还没开始 笔就认输了 算你有点自知之明 我淡淡一笑 石头还没开呢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难道你有天眼 林芳指着我挑的那块原石 继续嘲笑 就这块 随便一块石头 都比你开出翡翠的几率大 我挑了挑眉 故意积它 要是我这块比你的值钱怎么办 林芳拍着胸脯 放话 那我当场跪下来给你磕三个响头 任你做祖宗 我嫌弃地撇撇嘴 后退一步 别 我可不想要你这样的子孙 林芳气得牙都快咬碎了 但这次他没炒 而是把原石地给师父 催着他赶紧开 我知道他想用实际行动来打我的脸 师父掀开他的第一块 结果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块普通石头 林芳脸色一下 垮了下来 安慰自己 没关系 第二块肯定能开出帝王绿 谁知 第二块也只开出了低档次的粗豆种 还有很多裂纹和棉絮 最多值几百块钱 林芳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看向黄圆圆的眼神 也越来越不善 黄圆圆 吓得缩成了一团 林芳喃喃自语 没事 说不定他们的连个粗豆种都开不出来 听着他的自我安慰 我忍不住笑了 换作别人 林芳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但他对我来说 注定要失望 很快 我的两块原石被切开 一块是高冰种的帝王绿 另一块则是色彩浓郁的春代彩 而后者 还是从那块品相不好的原石中开出来的 看到这一幕 其他买家纷纷围过来竞价 最后我以一千多万的价格卖了出去 我妈和林芳都惊呆了 我妈是激动的 而林芳则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回过神来 林芳像个疯子一样扑向黄圆圆 一边打他耳光 一边怒骂 桑门星 都是你害得我输光了最后的积蓄 你赔我钱 黄圆圆不停往旁边躲 小声说道 阿姨 是你自己要来赌食的呀 林芳更气了 手脚并用地向黄圆圆打去 这一幕让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我妈担心我会有心理阴影 连忙抱住我问 乐乐 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 随手帮那个可怜的孩子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 我和我妈便回家了 晚上两个哥哥放学回来 我提起赌食的事情时 爸爸和哥哥们都傻了眼 我正准备和他们商量怎么处理这笔钱时 突然传来急促地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 竟是黄有为和林芳 他们不等我开口 就厚着脸皮挤了进来 爸妈和哥哥们立刻把我护在身后 黄有为急忙解释 我没想对他做什么 你们别这么紧张 林芳也连忙附和 是啊是啊 我和老黄这次来只是想和你们商量见识 我妈满脸警惕 问 什么事 黄有为笑得满脸讨好 搓着手说道 你看你们家有两个儿子 根本不缺孩子 能不能把乐乐还给我们 我妈顿时怒了 黄有为 你和林芳真敢想 乐乐可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闺女 我懒得废话 直接撸起袖子 哥哥们也各自抄起扫把 怒视着这两个不速之客 黄有为吓得脸色发白 连忙说 别激动 别激动 我这不是跟你们商量吗 又不是来硬抢的 林芳疯狂地点头 还对我开始打起感情牌 乐乐呀 我们家虽然没什么钱 但你回来了就是独生女了 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是你的 不用和别人分 我探出头冷冷地说道 首先 我叫乐乐 不叫莱蒂 其次 我不稀罕当独生女 我就喜欢和别人分享 林芳被噎得说不出话 还想再说点什么时 我爸直接把他们赶了出去 看着两人仓皇逃走的背影 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果不其然 第二天 这对夫妻竟然抱着一个劣质玩偶熊到学校找我来了 我们目光相接 我下意识地想转身离开 可惜动作慢了 还是被他们拦住了 我退后了一步 拉开距离 冷冷地问 你们有事吗 黄有为脸皮 比我想象中还要厚 一上来就自称爸爸 听说小姑娘都喜欢玩偶熊 我特地给你买了一个 林芳在旁边附和道 这可是店里最大的 花了我们两百多块呢 黄有为点点头 把玩偶递到我面前 我没有接 因为我对他们太了解了 他们这么抠门 平时连一块钱都舍不得花 今天居然肯花两百多买个玩偶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我无声地拒绝了 黄有味的笑容 僵了僵 但很快调整过来 故作宠溺地说 不喜欢也没关系 爸爸明天再给你买别的 我皱起眉 义正词严地说道 我有爸爸 你别冒充 林芳不满地说 我们好歹养过你一段时间 怎么就不是你爸妈了 黄有为故作伤心地擦了擦眼角 是 我没你现在的爸爸有钱 但你 也不能因此不认我呀 围观的人 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开始小声议论 我不耐烦了 冷冷说道 当年你们虐待我的案底 还在警察局呢 要不要翻出来看看 林芳恼羞成怒 拔高声音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懒得和他争论 直接掏出手机 准备报警 看到我真的要报警 黄有为和林芳 终于不情不愿地离开了 爸妈得知这件事后 非常担心 我被他们继续纠缠 决定轮流 接送我上下学 如果忙不过来 就让助理叔叔过来接我 这天放学 同桌跑回来告诉我 你叔叔在校门口等你呢 我看了看腕表 觉得今天的接送时间和往常不太一样 但转念一想 或许是助理叔叔今天提前下班了 于是打消了一律 上了车后 我发现司机换了人 副驾驶上还坐着一个女人 我有些疑惑 问道 你们是我爸新招的助理吗 他们没有回答 车里的气氛显得诡异而压抑 突然 司机猛踩油门 车速飞快 我意识到不对劲 急忙扯掉司机的帽子 果然是黄有为 副驾驶上的女人回头看我 正是临放 我强忍住内心的慌乱 冷冷地问 你们想干什么 绑架可是违法的 黄有为冷笑道 违法就违法吧 等我到了国外 这里的法律就管不着我了 我深吸一口气 试图套出更多信息 你们签证办好了吗 我的还没办下来 黄有为得意地笑了 办什么签证 我已经和舌头联系好了 今晚就偷渡走 听到偷渡二字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脑海中浮现出无数 因为偷渡而丧命的悲惨场景 黄有为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 他的计划 什么带我去国外发展 用我的好运帮他东山再起 还说到时候给我买豪车别墅 比我现在的爸妈对我还要好 可我完全没心思听 脑子里只想着怎么逃跑 林方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 回头警告我 你最好老实点 黄有为也附和道 要不是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也不用走到这一步 我气笑了 合着还是我的错 正当黄有为和林方 畅想美好未来时 车在高架桥上突然抛锚了 黄有为骂了几句脏话 把我从车上拽下来 用刀抵着我的后腰 林方则在一旁挡住过往车辆的视线 他们还没来得及重新逃跑 警察和我爸妈就已经赶到了 林方吓得尖叫一声 瘫倒在地 整个人彻底崩溃了 黄有为看到情况不妙 赶紧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声嘶力竭地喊道 给我准备一辆车 还有五百万现金 不然我就杀了他 警察一步步地靠近 耐心地和他周旋 好好好 只要你不伤害人质 黄有为察觉到了他们的意图 歇斯底里地怒吼 别过来 因为他情绪过于激动 手中的刀不小心划破了我的脖子 疼得我闷哼一声 我妈看到这一幕 急得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哭喊道 黄有为 你放了乐了 我来当人质 黄有为冷笑一声 冰冷无情地说道 这里最值钱的就是他 你当我傻吗 为了安抚黄有为 我爸赶紧吩咐助理 去最近的银行取钱 考虑到这么大一笔款项 需要提前预约 可能会遇到麻烦 于是其中一个警察 陪同助理一起去了 因为有警察陪同 五百万现金 很快就取了回来 黄有为没有亲自去拿钱 而是命令把钱放到给我准备的车上 警告道 别耍花样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 他又要求我爸把车钥匙扔过来 我爸照做了 语气恳切地说 你别伤害乐了 要什么我都给你 黄有为没有回应他 而是带着我走到林芳面前 狠狠踢了他一脚 命令道 你去开车 林芳吓得不敢动 毕竟他没有人质 生怕警察会对他开枪 临阵反水道 我不去 黄有为怒目圆争 力声喝道 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 赶紧去 趁着黄有为和林芳争吵 放松警惕的瞬间 警察抓住机会 一脚踢飞了他手中的刀 黄有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警察按倒在地 戴上了手铐 林芳也被警察一并带上了警车 我得救后 因为长时间紧张 双腿像面条一样软 站都站不稳 我妈哭着 把我抱进怀里 幸好你没事 不然妈妈怎么活呀 我爸拍了拍我妈的肩膀 先去医院吧 乐乐脖子受伤了 在我们得知 黄有为和林芳的最终判决那天 黄有为因为是绑架的主谋 还涉及勒索 最终被判无期徒刑 林芳情节较轻 并且在关键时刻反水 给警方争取了时间 最终被判了四年 得知两人都被送进监狱 爸妈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周末 哥哥们从学校回来 妈妈一边用柚子叶为我洒水去晦气 一边说 希望我的乐乐这辈子都能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我笑着抱住他们 满怀信心地说道 有你们在 一定会的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我们常说乌鸦有繁补之意 养有贵乳之恩 我们应当铭记父母的养育之恩 但是对于那些生而不养 不负责任的父母 我们就要另当别论 大家好 我叫小冬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 家里面兄弟姐妹多 小时候想吃一个鸡蛋都难 家里面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 我六岁的时候 母亲忍受不了家里的贫穷 把家里面仅有的几十块钱 带走去了外地 从此以后一去不复返 我是家里面的老大 还有两个妹妹 母亲走的时候 我小妹妹才一岁半 刚会走路 母亲走后 父亲一蹶不振 整天就知道喝酒抽烟 这种日子持续了三个月 奶奶不忍心看着父亲糟蹋自己的身体 更不忍心看着我们三个孩子 没人管没人问他 实在看不过去 打了父亲两个巴掌 奶奶让父亲为了我们振作起来 父亲看了看我们三个 没有说话 默默地离开了 奶奶的两巴掌彻底地把父亲打醒了 都说祸不单行 同一年奶奶不幸因病去世 自从奶奶去世以后 家里面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父亲身上 没有人帮我们洗衣做饭 父亲既当爹又当妈 非常的辛苦 我十二岁那年 父亲领回家了一个女人 她把我和妹妹们叫到身边说道 从此以后 她就是你们的妈妈了 我大声地说道 我才不要这个坏女人做我妈妈 见到继母之后 对她一点好感都没有 两个妹妹却很兴奋 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亲生母亲 没有一点点印象 父亲突然带回一个女人 说是妈妈 他们以为继母是我们的亲妈 所以对她格外地亲热 每当我看到两个妹妹和继母走得近 我就会背着继母吓唬两个妹妹 说继母是个坏女人 不是我们的妈妈要把她们卖了 两个妹妹听了我的话 信以为真 开始疏远继母 我的目的达到了 心里乐开了花 当时我就在想 我看你能在我们家待多久 想做我妈妈 不可能 我一定要把你赶走 自从继母到了我们家以后 我从原来乖巧懂事的孩子 变得非常的顽皮 为了给继母找麻烦 我经常逃课 爬树 掏鸟窝 每天我都会把自己 浑身弄得脏兮兮的 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我才解气 父亲看到我这样不成气的样子 总想教训我 可是继母 却一直袒护我 有一次 我放学回家 听到村里人议论我继母 他们说我继母 没有结婚之前 不检点 嫁不出去 所以才会找了一个 比她大五岁 又带着三个脱油瓶的男人 听到这些风言风语 我很生气 回到家之后 就到处挑刺 找继母的麻烦 有的时候还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 我故意找事说继母做的饭菜实在是太难吃了 我直接把她做好的饭菜倒进了垃圾桶 刚好父亲从外面回来 她看到这一幕之后 直接拎起木棍就打我继母拦着不让 结果在拉扯的过程中 继母不小心流产了 流了很多的血 看到这一幕 我吓傻了 虽然继母受伤了 但是她仍然拉着父亲的手 不让父亲打我 说我还是个孩子 不是故意的 后来我才知道 继母之所以那么晚 才没结婚 是因为她要照顾瘫痪的母亲 因为我继母丧失了生育能力 从此以后不会再有自己的孩子 当我知道这个结果之后 愧疚得要死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 我痛改前非 又做回了之前那个听话的好孩子 继母看到我的改变 她很欣慰 没有我的调皮捣蛋 我们一家五口 每天过着简单而又幸福的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突然有一天 父亲出了意外 他所在的工地发生了坍塌事故 父亲因此失去了生命 我们永远失去了他 发生意外以后 父亲所在工地的包工头 直接卷款而逃 我们没有获得一分钱的补偿款 父亲的去世给我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我们以为父亲去世了 继母会像我们的亲生母亲一样抛弃我们 我们会变成没有爸妈的孩子 成为孤儿 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继母一如既往地对我们好 从来没有想过离开我们 继母没有文化 为了赚钱养家 她只好像我父亲一样 冒着生命危险去工地上搬砖 一天中午 我去工地上给继母送饭 看到她汗流加倍 衣服全部湿透 别人都去休息 却唯独她拼命地搬砖挣钱 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知道继母为了我们兄妹三个付出了很多 所以我拼命地学习 希望知识改变命运 将来出人头地 让继母过上好日子 每当别人看到继母拼命赚钱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你怎么那么傻呀 你又不是他们的亲妈 为了他们累死累活的 你值吗 你还年轻 还不如再找一个 何苦为了三个不是自己的孩子委屈自己 把自己搞得那么累 这时我继母总是笑笑说道 既然他们管我叫一声妈 那我就得尽到当妈的责任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 我就得管他们一天 他们既然叫我妈 就不分亲妈 后妈 在我心里 他们就是我的孩子 最终 我们三个都不负所望考上了大学 继母看到我们一个比一个有出息 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 大学毕业之后 我放弃了外地高薪工作 选择了回老家 因为我知道继母需要我 她已经为我们三个付出了很多很多 现在她年龄大了 身体越来越差 每次给她打电话 她都报喜不报忧 所以我决定回老家报答继母 给她养老送终 回到市区以后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进了机关单位 自从我进了机关单位工作以后 我们村里面的人都对继母刮目相看 一个个都开始羡慕她继母 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做人了 再也不用受别人的冷眼冷语了 而我 自从参加工作以后 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回家陪继母 每次回家的时候 继母都特别地高兴 嘴上说着 你工作那么忙 就不要回家陪我了 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一转眼 两个妹妹也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 我们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工作这几年 很多同事朋友都给我介绍过对象 女孩的家庭条件都挺好的 但是唯一一点 就是每次我把她们带回家见我继母的时候 她们总会流露出嫌弃的表情 话里话外 就是结婚以后 尽量不要和继母住在一起 每次只要有人向我提出这个条件 我都会果断地拒绝 哪怕她长得再漂亮 家里再有钱 我也不会娶一个看不起我母亲的人 后来我遇到了小月 她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孩子 当她了解我的继母以后 她深深地被我继母感动了 她告诉我以后 她会和我一起孝顺继母 结婚那一天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没有通知我的亲生母亲 她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 依然来参加了我的婚礼 从她的穿着打扮上来看 她过得得应该挺好的 已经将近六十岁的人了 看起来却很年轻 不像我继母 她那饱经风霜的脸上 布满了深深的皱纹 两只小小的眼睛有点浑浊 她的手有小薄扇那么大 每一根指头都粗得好像弯不过来了 手上到处都是茧子 皮肤皱巴巴的 有点像树皮 整个人看上去又老又丑 他们两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看到我亲生母亲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开心 如果不是我大喜的日子 我真想立刻赶走她 碍于面子 我并没有说什么 让她找个位置坐下 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拜父母的时候 她竟出现在我面前 当时我就傻眼了 为了不让她难堪 我假装有事离开了 离开之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寻找我继母 我找了好久 最终在就酒店里的一个墙角处 找到了继母 我二话没说 拉着她就走 继母甩开我的手 说什么也不愿意跟我走 她说道 小冬 你亲生母亲来了 你看她打扮得多漂亮 你让她上台吧 我又老又丑 根本拿不出手 我要是上了台 人家就会笑话你 说你有一个丑娘 你是当领导的人 我不能丢你的人 我告诉继母 我不在乎这些 是你把我养大 我能有今天的地位和荣耀 都是拜你所赐 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 如果今天 我因为你的长相嫌弃你 我还是人吗 我果断地把继母拉上了台 跪在她的面前说道 妈 我早就已经把你当成了亲生母亲 你才是我的亲妈 在妻子的鼓励下 我喊了一声妈妈 继母听到这声迟来的妈妈后愣住了 随后我抱住了继母 我们两个相拥而弃 婚礼结束后 我走到我亲生母亲身边 给她深深地鞠了个躬 说道 谢谢你生了我 但是从你抛弃我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没有关系了 以后你走你的阳光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往后余生 我只会给我的丑娘养老送终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浅谈人生》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男友他妈是我见过最无耻的人 竟然让我陪嫁一套房 才能留下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以为他是偏腾长孙 没想到却由此解开男友一家阴暗的一面 订婚当天 秦川家来了好些亲戚 而我养母故去 只请了名义上的哥哥林 扩作为见证 我搂着秦川的胳膊 挨桌挨坐地敬酒 到了他妈这桌 我端着酒杯占了好半天 他妈忙着包虾 都没抬头看我一眼 酒我就不喝了 你答应我 明天去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就行 我愣了好半天 跟秦川对视了一眼 又软下性子来说 阿姨 您这说的什么话 我肚子里的也是您的孙子 秦川一脸猛 也附和着说 是啊 妈 您这说什么呢 我和阮佑定婚位的不也是这档子是吗 秦川他妈终于抬头狠狠瞪了秦川一眼 我只有小宝一个孙子 他妈口中的小宝是秦川弟弟的儿子 此时正依偎在地习沈娇娇的怀里 秦川的弟弟去年出车祸死了 处境艰难的沈娇娇 只得带着孩子跟他妈挤在一个屋檐下 你不要忘了 你弟弟临死前 你答应过他会照顾好小宝的 我把酒杯放在桌子上 阿姨 小宝的是秦川都和我说了 我们以后也会资助小宝上学的 但我们也得有自己的孩子不是 秦川他妈停住包瞎的动作 扭头一本正经地盯着我 什么叫资助 还没进门呢 就拿出当家的架子了 你们供小宝上学是应该的 桌上其他的亲戚都向我们投来目光 一时委屈、愤怒、难堪、涌上心头 我不知道此刻脸上是何表情 我暗暗握紧了拳头 新做的美甲深深扣进肉里 妈 这也是我的孩子 秦川看我情绪不对 又为难地开了口 他妈反手给了秦川一巴掌 一时四下鸦雀无声 闭嘴 那可是你亲弟弟 他的孩子不就是你的孩子 你们三个人抚养小宝 压力不就没那么大了 你以为你妈会害你吗 秦川低头听着他们的训斥 一言不发 两久 他带着询问的眼神看向我 我浑身一正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秦川 你什么意思 这是你的亲生骨肉 最后一句 我几乎是嘶吼出来的 而后顿赶天旋地转 一个亮呛 差点摔倒在地上 幸好林阔就坐在旁边 千军一发之际接住了我 既然你们家自己的事情 还没解决清楚 那我就先带我妹妹回去了 宴席的钱我已经付清了 你们慢慢吃 这句话是林阔对着秦川说的 那饶有深意的眼神是警告还是鄙夷 我看不清 我没有回头看秦川那一家子 任由林霍扶着我出了酒店 秦川也没有追出来 真是讽刺 在这样的无助的关头 站在我身后的不是秦川 而是只与我见过寥寥数次的哥哥 林阔开车带我回了家 那是我和养母生活过的地方 我怎么都想不通秦川他妈闹的是哪一出 明明前几天得知我怀孕 还高兴得不得了 说是小宝又有罢 傍晚 秦川终于姗姗来迟 他跪在门口 声泪俱下地说着他的不容易 说他弟弟是如何早年辍学打工 供他上了大学 又是如何出钱给他付了首付 是啊 这样的亲情多难得呀 他不能致亲弟弟的骨肉于不顾 那为什么就容不下我们的孩子呢 秦川压力大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我也说了 照顾小宝我毫无怨言 可为什么连你都不肯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出生的权利 我心里疼得快要裂开 双手捂住脸 一边哭一边颤抖 养母去世后 是秦川陪着我 替我忙前忙后 打理后事 带我从悲痛中走出来 可现在将我重新带入悲痛中的 也是他 跪在我面前不停地扇自己耳光 一边说自己不是人 秦川 当年你在我妈灵前发过时 你说 你永远都不会让我哭的 我看向养母的遗照 秦川在他灵前发誓的画面 一遍遍在我脑海中放映 阮佑 我对不起你 但这件事也不是没有转机 我妈说了 只要你把这套房子过户给小宝 就同意我们留下这个孩子 如果我们生的是个儿子 又把房子还给你 我一下子僵住了 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原来他妈打的算盘在这呢 可惜这房子不是我的 我止住了眼泪 平静地开口道 秦川一个机灵站了起来 怎么会 你妈走了这房子 我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有些好笑地看着他 我哥的确判给他罢了 但这房子是我妈留给我哥的 秦川露出半信半疑的神情 没有开口 我哑然失笑 转身去房间里翻出房产证 然后指着上边的名字给他看 看到了吗 产权人灵阔 我哥叫灵阔 而不是我 秦川的表情染上一丝落寞 反复打亮着那上面的字 房子我可以过户给你的 灵阔端着水杯 站在我身后不远处 哑着声音开口 秦川转忧为喜 谢字还没说出口 就被我关在了门外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不用 这婚我不定了 我将房产证还给灵阔 浑浑噩噩地回了房间 我本以为没了房子 我和秦川也就原始于此了 没想到第二天 秦川他妈居然找上了门 一改昨日刻薄地态度 乐呵呵地跟我和灵阔打招呼 我都怀疑是我在做梦 沈娇娇双手拎着礼物 灵活平静地看了看 没有接 秦川他妈尴尬地笑了笑 将所有的礼物交到我手里 没点眼力尽 然后拉着灵阔笑眯眯地坐在沙发上 打亮的我就说呢 原来不是冲着我来的 怎么软又有个哥哥也不早说呢 都是一家人 早该见见的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昨天不是刚见过 灵阔没理他 抬头对我说 厨房里有做的早餐 趁热吃 我刚想放下手中的东西 就听见秦川他妈说 女孩子家家的 早上睡着不起 还等别人来伺候 你不像我们娇娇勤快 她是我妹妹 不是外人 在家里可以睡懒觉 也可以不做饭 秦川他妈被噎了一下 看了看沈娇娇 又连忙陪笑 我懒得看这种虚假的场面 放下手中的东西 默默走进厨房 今天她来 无非就是想让灵货 把房子给我还带上了 沈娇娇一家子 都掉前眼儿里去了 我想不通 明明沈娇娇也是嫁过去的儿媳 为何对她就如亲生的闺女 对我就不同 吃完收拾了碗筷 我看着桌上的药瓶 突然想起灵货可能还没来得及吃药 养母跟我说过 她生来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一直在国外治疗 胃好随时都有发病的危险 我心里一下子慌乱地害怕 抓起药瓶赶忙走出去提醒她 哥 你早上是不是忘记吃药了 林阔点点头 起身接过药瓶 秦川他妈殷勤地关心起来 呀 生病了哪不舒服 让娇娇给你看看 她可是大医院里的护士呢 沈娇娇拿过林阔手上的药瓶一瞧 皱起了眉头 地高心 你有心脏病 这下秦川他妈也一愣 又换上昨天那副蛮不讲理的样子来 骂骂咧咧地站起来 原来是个病秧子 不早说 害我们白跑一趟 心底窜起一股火 直冲头顶 我拎起地上的礼物 打开门扔了出去 指着门外大声骂道 滚 你凭什么说我哥是病秧子 你们走 我家不欢迎你们 秦川他妈拉起沈娇娇就往外走 我们还不愿意来呢 沾了一身晦气 走到门外还插着腰朝我吐口水 呸 没教养 怪不得你亲爹妈 不要你扫把心刻的 你哥也是个短命的 我气得几度昏厥 攥紧了拳头 恨不得上去抡在他脑袋上 我最痛恨别人提起我是个被遗弃的孤儿 当初我坦诚地把最脆弱的一点告诉最信任的人 没想到今天却成了攻击我的力气 再讲一句 别以为我不敢动手打你 反正我跟秦川完了 用不着再忍着你 秦川他妈一听 尖着嗓子阴阳道 哎呀 大人哪 大家快来看了 果然是梅娘娇的剑种 幸好是没进我家门啊 我家住的一楼 秦川他妈这一嗓子 引得楼下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都来看热闹 这些言语愈发攻破我的底线 撸了撸袖子就准备动手 林阔突然从我身后朝秦川他妈泼了一盆水 你刚刚不是来我家说沾了晦气吗 我给您洗洗 可别把晦气带到您家去了 然后在秦川他妈错愕的眼神中 把我拉进屋里 关上了门 等他反应过来 又开始砸着我家的门 五言会语的谩骂声 络绎不绝地传进屋里 林阔淡定地拿起手机 喂 物业吗 十七栋一楼有两个精神病 你们赶紧过来带走 看是哪个精神病 院门没关紧跑出来的 然后气定神闲地打开电脑 给我放动画片 还把声音调到最大 怀着运还是悠着点看会动画片 一会儿就有人来处理了 后来林阔告诉我 秦川他妈原本是想撮合他跟沈娇娇 大概是秦川回去跟他说了这房子不在我名下 所以又打起林阔的主意来 我气得投婚 为了房子竟然给自己的儿媳妇相亲 他也不怕沈娇交代着他的宝贝孙子一走了之 我给秦川发了条消息 让他管好他妈 没想到他却劝我说林阔心脏病 随时都可能发作 只要他一死 房子的继承权还是会到我手里 我们就能说服他妈留下这个孩子了 我第一次觉得 我眼瞎 怎么就看上了这么个人渣败类 我把他臭骂了一顿 然后拉黑了所有的联系方式 说不心痛是假的 毕竟以前那些难熬的日子都是他陪我走过来的 我只是不知道他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但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可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 没想到他真的会很独到去害林阔 那天我很下心 刚预约了认留 就接到了医院 打来的电话 说林阔心脏病发作了 我慌了神 林阔这酒一直按时吃药的 怎么会突然发病呢 幸好急诊 就在另外一栋楼 我赶忙跑过去 中途还撞到了别人 我脑袋一片空白 都来不及道歉 我坐在抢救室外 身体一阵一阵冒着冷汗 林阔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家人了 时间过去了四个小时 那扇绿色大门终于被打开 一个穿着手术服的护士走了出来 哪位是林阔的家属? 我赶忙起身 长时间的担忧和恐惧在这一刻到达了顶峰 脚下一软就跪倒在地 我在林阔 他怎么样了 小护士 赶紧过来扶我 您别担心 幸好送医及时 病人现在暂时生命危险了 我这才松下一口气来 怎么会突然发病呢 他这几年按时检查 没有恶化的迹象啊 小护士 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让我去找林阔的主治医生 林阔被推出了急救室 又转进了ICU 面色苍白如纸 我忍不住哭出声来 他脸上没有一丝生机 我感觉会随时失去他 我害怕 我太怕了 林阔是唯一能替我撑腰的人了 这世上只剩我一人 可怎么办呢 我敲开高医生的门 护士说以后高医生就是林阔的主治医生了 他坐在电脑前 仔细看着护士刚送来的抢救指标记录 你是林阔的太太 不 我是他妹妹 高医生抬起头 你知道你哥哥有心脏病吗 知道你们家属还让他乱吃药 你知不知道在抢救的时候他差点没命 高医生用手指重重地敲着桌子 语气十分严厉 我浑身哆嗦 血液冰到了极点 怎么会呢 他这酒都按时吃药的 他也没有任何自杀动机 是不是搞错了 他是按时吃药了 但他吃错药了 而且已经吃错两三天了 我说你们家属就不能对病人上点心吗 我是不懂心脏病需要吃哪些药 林阔这几年也不是和我生活在一起的 但林阔自己是知道的 怎么可能会吃错药呢 我越想越不对劲 回到家 我把林阔所有的药物都装起来 带到医院 高医生拧开一瓶药片倒出来 并没有什么不同 紧接着 他用手电筒的灯打在药片上 果然有几片浅黄色的药片浑在白色的药片里 高医生对着药一摊手 看到了吗? 混药了? 不可能 这瓶药是最近两天才去领的 灵活有强迫症 每次都把上一瓶药吃完才会开心的 不可能会混在一起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要在医院里就搞混了 我把这个想法跟高医生一说 高医生立刻就否定了 这不可能 我们医院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稍有不慎可是要出人命的 无凭无据 我也不敢一口咬定就是医院的问题 只得让高医生重新配了药给林阔 走出医院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很不想见的人 秦川站在我的车边 我想无视他 他一把拉住了我 听说哥发病了 怎么回事? 你怎么知道? 我看着他的眼睛 娇娇哥这当护士呢? 就是负责哥那个科士的 秦川摸了摸头发 我厌恶地甩开了他 打开车门就要走 少叫得那么亲切 他是我哥 跟你没关系 你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孩子呢? 怎么没关系? 阮佑 我劝你一句 林阔他活不久了 你乖乖地把房子弄到手 说不定我妈大发慈悲 还能让你把这个孩子留下来 我停住了手上的动作 将车门很大力地砸上 然后给了秦川一巴掌 秦川 你是人吗? 这个孩子难道不是你的吗? 我真是瞎了眼了看上你 不劳你操心 明天我就去把他拿了 你敢? 我怎么不敢? 秦川一时语色 眼睁睁看着我上了车 没敢拦 可我心里却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很奇怪 但始终没看清 我驾驶着车子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发现后面有一辆黑色的车一直跟着我 我加速 他也加速 始终跟在我后面 我慢慢放缓了速度 这次他却加速冲了上来 幸好只是擦着我的车走的 我惊魂未定地停下车 那辆车没有停 只是摇下了车窗 副驾驶的人冲我微微一笑 是沈娇娇 那开车的是秦川吗? 那种奇怪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打开车门 蹲在下水道 吐了个干净 就好像是快要把内脏都吐出来 有一瞬间 我好像看清了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剥离了污秽 而显现的坏果 好吧 通俗一点就是第六感 我确定且肯定灵阔的发病 跟沈娇娇脱不了干系 我打电话给高医生 拜托他去帮我扎灵阔取药的那天 有没有跟沈娇娇有接触 做完这一切 我轻轻俯上肚子 这个孩子存在感越来越强了 我几乎拉黑删除了秦川一家的所有的联系方式 但还是露了个沈娇娇 晚上我刷着微博 却刷到了他与秦川的床照 那照片虽然没有露脸 但我确定就是秦川 因为他肩上的一个带字母的纹身 秦川说那是他和他初恋一起纹的 后来跟我在一起总说要去盖了 但一直没去 可我千想万想 没想到沈娇娇就是他的初恋 同样的位置 沈娇娇闻的是字母Q 我不知道沈娇娇是不是故意要给我看的 但在刷新就已经看不到那条微博了 沈娇娇是秦川的初恋 而初恋成了弟媳 这关系可真够乱的 我突然想到小宝 秦川对小宝可谓是很用心 但对我们的孩子却不在意 会不会小宝根本就是秦川的孩子呢 司机 于此 我马上打电话给闺蜜 她是小宝的幼儿园老师 听了我的想法 她的惊呼声都快贯穿我的耳膜 不是吧 幽幽 你说小宝可能是秦川的儿子 我把沈娇娇的微博截图甩了过去 经过这次 我觉得没什么不可能的 闺蜜答应帮我收集小宝的毛发 剩下的就是秦川的了 这也倒不难 我跟秦川在一起那么多年 家里还放着她用过的剃须刀 恶心 真恶心 这一家子真的太恶心了 我不敢想秦川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也和沈娇娇有染 林霍的病情渐渐有了好转 我去看她 她强撑着起身安慰我 让我别太担心 我本想去将孩子留了的 林霍却说 留着吧 孩子是无辜的 反正我这病也结不了婚 哥替你养 几番纠结之下 我还是决定留下这个小生命 不全是因为林阔的花 是我自己舍不得第一次孕育一个生命 这种感觉很惊喜 即使她的父亲不是个好人 闺蜜顺利地替我搞来了小宝的毛发样本 我带着秦川的样本一起送到了检测机构 如果是真是秦川的孩子 那我要秦川身败名裂 过了一个多月 林霍顺利出院 我也拿到了检测机构的报告 可惜我想错了 小宝不是秦川的孩子 一时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失望 高兴的是孩子 不是秦川的 失望的是没有惩治她的机会 我拿着检测报告呆坐在客厅 林阔给我炖了一锅燕窝尝尝看 听说孕妇多吃燕窝 生出来的孩子也漂亮 我恩了一声 把报告放在旁边的茶几上 林阔戴上了金丝眼镜 一本正经地看起来 这是谁和谁的秦川和他弟弟的孩子 我叹了口气 说道 林阔皱了皱眉 摇摇头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他指了指报告上的文字 秦川和他弟弟是亲兄弟 即使他不是孩子的生父 也会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亲缘关系 这一看就是孩子 跟他秦家没任何关系 我大惊 你是说孩子也不是秦川弟弟的 林阔耸了耸肩 除非是像咱俩一样 本质上没有血缘关系 你孩子和我的这鉴定报告才能这么写 不是秦川的 也不是秦川他弟弟的 那就是沈娇娇外面乱搞的 看来秦川他妈还不知道 还把小宝当成秦家的命根子呢 白白替别人养了两年的孩子 还想让我把亲孙子打了 把房子留给外人 看这局势 秦川应该也不知道 他不会以为孩子是他的吧 真是天大的笑话 这可比孩子是秦川的有意思多了 接着就是沈娇娇直觉告诉我 林阔耀要被换了 这事儿肯定有他的手笔 高医生临时被派到分院去坐诊 一时没法帮我调查监控 不过傍晚我收到了林阔发来的一段视频 视频上不是沈娇娇偷换药的 而是他和秦川在地下车库的谈话 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我可是要被开除的 说这话的是沈娇娇 秦川搂着沈娇娇的腰 怕什么 他本来就有病软 又没那个脑子去查 再说了 等他一死 房子就是软幼的 我再用孩子积一积他 这不就是小宝的了吗 我手忍不住地颤抖 这是何其歹毒的心思 我打开门发现林阔坐在客厅看了他好久 我突然发现他好像已经和我的生活融为一体 养母故去后 他也从国外回来了 我原以为把一个陌生人当成家人会很惰扭的 哥 我轻轻唤了他一生 林阔回过头问我 什么事? 你早就知道秦川他们要对你下手 你为什么还要吃那些药呢? 林阔将头靠在沙发上 不知怎么能引蛇出洞 有些事该做个了解了 我暗暗点了点头 隔天 高医生就约我见了面 我们坐在咖啡厅里 他将一枚优盘推给我 知道你着急要脱了关系 以最快的速度搞到了 事实跟你猜想的一样 有个护士故意往灵阔的药里缠了别的东西 我点点头 可我一下子很为难 高医生 我可能会拖累到你 我手上还有我养母留给我的五十万 您看可以吗? 高医生一挑眉 歪着头疑惑了好一会儿 你怕医院追究我 私自调监控外转 我点点头 没想到他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这你不用担心 院长是我爸 我们这边的公关会好好做的 我愣住了 院长居然是他爸 证据差不多收集完了 剩下的大概就是要请一个优秀的写手了 灵霍自荐来当了这个撰稿人 我们把秦川一家的丑恶嘴脸洋洋洒洒 写了一万字 我跟高医生联系好 在医院发出开除通报沈娇娇的声明后两个小时 在发文、微博、知乎等各大迅速就冲上了热搜 压住了医院的声明 恰逢节假日 吃瓜的人比平常多了很多倍 有些网友认出了秦川和沈娇娇的照片 甚至直接公布了他家的地址 还有人给秦川的公司发邮件说 如果不开除 这么他就坚决抵制他们公司 我翻着那些评论 没想到网友的力量那么强大 我认识那男的 他妈前不久还跑我们小区来骂人家姑娘 被姑娘他搁一盆水泼走了 听说还被荡成精神病抓起来了 那护士也不是好人啊 竟然跟丈夫的哥哥搞在一起了 回复楼上 那护士我认识我前女友 她结婚后还找我约呢 真会气 沈娇娇开始在微博给我发私信 发了很长很长一段辱骂我的话 无非一些没有知识涵养的恶毒诅咒罢了 而秦川终于忍不住了 换了号码给我打过来 我刚接起 就听到他在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 阮佑 你吞什么意思 你搞我是吧 落在老子手里 我吞么弄死你 我一边打开录音 一边捏着嗓子哭 秦川 你放过我吧 我求求你 秦川一愣 见我不吃硬的 又开始跟我打赶琴牌 阮佑 是我的错 你删了好不好 你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 你不能这么对我 他还有脸提孩子 哼 这才刚刚开始呢 急什么 我将录音发布在网上 表达了自己是如何被秦川和沈娇娇威胁 又去联系了那名自称是沈娇娇前男友的网友 我直接开门见山地告诉他 你就不想知道你儿子的事 曹月回复了我一个问号 而后又打出一行字 阁老子的 我哪来的儿子 你不会不知道沈娇娇的儿子就是你的亲生骨肉吧 自己的亲儿子叫了别人那么多年的爹 你甘心吗 曹月没说话 过了好久他才问我 你确定吗 我看你IP还在老家吧 你来是做个亲子鉴定不就知道了 我说了你未必会信 曹月又陷入了一阵沉默 我知道他信了他会来的 网络发酵得越来越精彩 有人扒出秦川和沈娇娇学生时代就在一起的合照 还有人甚至把他初二在学校尿裤子的事都扒了出来 我关了手机 每天在家里捧着电脑看 我不知道秦川现在怎么样 但有他同小区的业主拍了他家门前小山高的垃圾 看样子是出不了门了 貌似房东也不愿意再把房子租给他们 一直催促搬走 可外面到处都是唾骂他家的人 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过了几天 网络上又火了一段视频 是有人拍到秦川因为打架被派出所带走了 我点开曹月的主页 果然发现他的IP已经在世了 想必他也已经确认了小宝是他的孩子 正找沈娇娇要个说法呢 结果就被秦川打了 好像差不多可以收网了呢 秦川因为打架被拘留了七天 第七天时我带着所有的证据来到警察局 我报案了 秦川指使沈娇娇故意杀人 而沈娇娇是杀人未遂 秦川被判刑的那天我去看他了 他坐在椅子上跟我打电话 阮佑 我真没想到你心机这么深 不过无所谓了 我也告诉你点 你不知道的是 其实我和沈娇娇从来没分开过 小宝也是我俩的孩子 他嫁给我弟弟只不过是名正言顺进我家的理由 因为我妈不同意我俩在一起 不过我弟死后 我妈停想让我俩在一起的 有时候我和沈娇娇躺一张床上 他也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肚子里的孩子别想跟小宝争任何东西 我从包里掏出那份亲子鉴定 堵住他的嘴 我笑着问他 你觉得我蠢 我好骗 其实我早就怀疑小宝是你的孩子了 但是你看他并不是你的孩子 也不是你弟弟的 你说好不好笑 秦川眼眶红得仿佛能滴出血 双手握着拳头 嘶哑着声音 我不信你骗我 这是假的 或许是假的吧 可惜现在他亲爹要接他回家了 秦川 你瞧你真正的骨肉在我肚子里 但我会告诉他 他的父亲早就死了 我故意俯上隆起的肚子 一边挑衅他 秦川不可置信地摇摇头 不 不能这样对我软诱 他突然站起来 双手扒着玻璃嘶吼道 你不能这样对我 软诱 那是我的孩子 我懒懒地抬眼看着他 淡淡地说 你有把他当作过你的孩子吗 玉璧很快就把他带了下去 我走出监狱 冬天的太阳暖暖地照在我身上 可我却我第一次感觉到如暮春风的感觉 过了几个月 我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那模样完完全全遗传了我 林阔像是没见过孩子似的 硬是要过去自己待了一阵子 小子满月那天 高医生来了 给我带来了一大束玫瑰花 说是要追求我 林阔沉迷带娃 忙得不亦乐乎 也不管高医生说了啥 就回答 都行都行 我以为他对我一点也不上心 结果晚上他送了我一条很少女的裙子 上面还有一句话 去吧 去追求你的幸福 每个人的花期都不同 在海耀的时候 公主的地壇 我们可以想做 买 质